耽搁下来 然后就遇到了父亲 落得如此惨淡收场的局面 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疼爱娘亲 却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 也难怪自外祖父去世之后 外祖母就再也不肯和苏家沾上任何关系 苏木槿垂下毛子 无声的苦笑 就是在她看来 娘亲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她当初就是随便从提亲的人里选一个 都不至于落得如今下落不明的下场 这时候周嬷嬷牵着聪儿进来了警员 聪儿的怀里还抱着那只乖巧的小白狗 姑娘小少爷的龙香都已经收拾好了 你们的准备妥当了吗 都好了 柳嬷嬷应了一声 就等着出发了 聪儿一进屋 瞧见苏木槿就朝她跑过来 苏木槿笑着抱起聪儿 走 姐姐带你去看大表哥好不好 好 周嬷嬷就低声道 姑娘 我刚才进院子的时候 瞧见紫玉姑娘 在跟宋嬷嬷在院子门口争论什么呢 您要不要过去瞧瞧 哦 那个宋嬷嬷竟然还没走 总归也刚好从门口路过 她就吩咐屋里的子罗 子罗这两天留在家里看家 我带柳嬷嬷和生肖去就行了 这早在子罗的预料之中 她跟生肖还是不太一样的 生肖毕竟在府上伺候了这么多年 懂规矩些 楚家又是那样的世家 但她的确不太合适 因此她没有意外 含笑点点头 姑娘只管放心 有什么处置不了的事情 就去找二夫人 或者去找李姨娘 奴婢醒的 她入府时间不长 现如今已经是府上的二等丫头 如今姑娘又这么信任她 她已经十分感激了 苏木槿就带着聪儿 柳嬷嬷 周嬷嬷 还有生肖 一起向前院的厅房走去 穿过抄手游廊 走到拱形门的时候 果然瞧见宋嬷嬷和紫玉 正争辩着什么 宋嬷嬷面色焦急 声音远远的就飘了过来 紫玉姑娘 我的确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见大姑娘 你就要再给大姑娘通病一声 好不好 再重要的事情 都重要不过 现在大姑娘要去厨府 宋嬷嬷 你可能不太清楚 接个厨府的表少爷 奉了老太君之命 来接大姑娘二姑娘 和小少爷去府上小住 大姑娘正在收拾东西 等着要过去呢 姑娘吩咐了 宋嬷嬷有事的话 就等她回来再说 紫玉一脸的无奈 所以宋嬷嬷也不要为难 紫玉一个小丫头了 嬷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能等姑娘回来再说 非要急于这一时三刻的 宋嬷嬷急的都要跺脚了 她听说了 姑娘要去厨府小住 而且把长家之权 暂时交给了二夫人 二夫人万一这个时候 给二姑娘挑选贴身伺候的小丫头 那她那闺女可怎么办 紫玉姑娘 我真的有大急事啊 嬷嬷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就是有什么大急事 也该去求老太太才对 找我们姑娘能有什么效果 嬷嬷还是回去吧 紫玉有些头疼 这个宋嬷嬷怎么就这么油言不尽呢 表少爷如今就在前厅里等着姑娘收拾行李呢 姑娘肯定不能让表少爷久等 这个时候宋嬷嬷怎么的偏偏没了眼力见 非要见姑娘一面不可呢 两人争辩得太过专心 以至于连苏木槿一行人都到了跟前了 还没有发现 几人把两人的争辩都听在耳中 面色各不相依 宋嬷嬷这是有什么天大的事 非要见我一面不可 苏木槿瞧着争辩不休的两人 没有再往前行 立在原地 表情不明地瞧着两人 她对紫玉摆摆手 让紫玉先过来 这个紫玉还是缺少魄力 今儿个若是换成紫罗和生肖 才不会对宋嬷嬷这样客气 三言两语就能把她给打发了 宋嬷嬷也就是瞧在紫玉 言语不够坚定 这才想着还有机会的 嬷嬷有话不妨对我说 何必让一个小丫头为难 苏木槿淡淡一笑 若有似无地看了紫玉一眼 然后放下怀里的苏聪 含笑看着面色尴尬的宋嬷嬷 如果嬷嬷没话说的话 那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姑娘姑娘 宋嬷嬷生怕苏木槿会走了一般 连毛拦在拱形门前 急声道 姑娘老奴有事寻您 苏木槿望着挡住去路的宋嬷嬷 眉目当即就是一冷 嬷嬷好大的胆子 竟然连我的路都敢拦了 苏嬷嬷一惊 这才发现自己情急之下 竟然犯了大忌 她面色一慌 再看看苏木槿冰冷的眼神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奴婢该死 奴婢情急之下才会这样 大姑娘恕罪 如果嬷嬷是为了上次的事情 我已经让紫玉转告你了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苏木槿上前一步 从跪着的宋嬷嬷身边走过 她俯下身 声音有些凉 嬷嬷今儿个的行为 可有失妥当 让我觉得 凡事应该多考虑一番 如果嬷嬷做的事 还是如此冲动不着调 连半点耐心都无 那我对嬷嬷 可就太失望了 苏嬷嬷一惊 连忙抬头看苏木槿 苏木槿却不再看她 带着一群人 穿过拱形门 很快就不见了身影 紫玉愁愁地立在原地 有些委屈 刚才她的表现 一定让姑娘失望了 她吸吸鼻子 回园子里去问紫罗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宋嬷嬷十分忐忑 想着方才苏木槿 临走的那一番话 心下暗恨自己 不该在门口和紫玉纠缠 她这是怎么了 不该这样试了分寸的呀 怨不得姑娘方才那样说 宋嬷嬷生怕 因为这一番举动 让苏木槿真的不再考虑 把她家的怒墨 给送到二姑娘身边了 她扶着拱形的墙门 缓缓起身 两条腿都在大颤 恨不得 给自己两嘴巴子 她不能再这样了 宋嬷嬷沉下心来 脑子经过苏木槿 这一番刺激 也清醒了许多 现如今大姑娘 的确把府中中愧的权力 交给了二夫人 可是二夫人 毕竟只是赞观 她可以管府上 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二姑娘身边的 贴身丫鬟 她肯定是不敢做主安排的 更何况 二姑娘也去了楚家 大姑娘和二姑娘 都不在府上 二夫人就是想安排个人 尽端云远 也没有意思 说起来 二夫人往大姑娘的房间里 安排人手 还有道理可言 毕竟大姑娘 是掌管中愧的 有个人在她身边 也能知道锦园最新的消息 可安排在二姑娘身边 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如今二老爷还在府上 二夫人就是看在 二老爷在府上 也不敢轻易把人 安排进侄女的房间里 二老爷最看重的 就是家庭和睦 最敬重的人也是大哥 所以如果二夫人 当着她的面 敢这么做 那她这个二夫人 也就做到头了 这样一想 宋嬷嬷顿时反应过来 她这是闹得哪一处 乖乖地等着大姑娘 从楚家回来 再谈论这个事情 该有多好 偏偏在大姑娘 最开心的时候 触大姑娘的眉头 已经给姑娘留下了 不着调冲动的印象 她现在必须要挽回 要不然换了是她 也不愿意用这样的人 她一定要在大姑娘 回来之前 掌握到一些 有用的线索和消息 要不然全都是枉然 苏木槿到前厅的时候 苏云锦也刚好到 两姐妹在门口相遇 谁都没有理会谁 苏云锦瞧着苏木槿的 一身穿着 毛子微微闪了闪 今儿个的苏木槿 的确是盛装出场了 一身琉璃粉色的 夹腰流金上衣 下身是一条粉色的 白褶长裙 流金的上衣 以金线克斯 严丝勾勒 极为贵气 小巧的领子 微微利器 更添了几分温婉和端庄 粉嫩的颜色 衬得脖颈越发的白皙 也显得脖颈越发的修长 她今日输了个逻辑 头上插上金香玉的钗子 钗子上坠着几串 闭塞琉璃的珠串 脸上的伤痕已经细的几乎看不出来 她为了遮住脸上的痕迹 还铺了薄薄的一层粉 夹腰的上衣紧紧贴合着腰线 带着少女的洋溢和娇嫩 整个人看上去宛如侍女途中 走出来的一般 十分引人眼球